AudioJungle 深入人心 但印度同时还是一个核大国 拥有数量不少的核武器 并且拥有多种导弹 以实现核打击核反击能力 前段时间 印度与巴基斯坦又在克什尼尔地区发生冲突 中国也在同一时间 获得了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 处于多方面考虑 印度于2月7日施射了两枚导弹 目标直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反导系统 此次印度发射的导弹是烈火一短程弹道导弹 和大第二战术弹道导弹 两枚导弹均由印度陆军战略部队发射 按照印度官方媒体的说法 两枚导弹均为成功发射 这两款导弹战斗部重量均为500公斤以上 拥有携带核弹头的能力 烈火一短程弹道导弹 是印度自行研制的一款导弹 这种导弹是一种单极固体燃料火箭 其战斗部最大在赫雷一吨 极限射程为700公里 烈火一短程导弹 在某种意义上 是印度烈火导弹家族中地位最尴尬的 其后续型烈火二中程弹道导弹 是整个印度可靠的最低限度的和威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烈火到二中程弹道导弹的有效射程为2000公里 后继型烈火二加的有效射程为2500公里 可携带一吨重的核武器 烈火一短程弹道导弹就是填补烈火二与大地系列战术导弹之间的空白 而存在的一种短程导弹 这种导弹在设计上是将烈火二导弹去掉一级 将射程缩短一半 战斗部并没有多大变化 不过相比号称布朗运动弹的烈火二弹道导弹 烈火零下依旧可靠得多 主要因为印度在设计烈火二的时候 由于技术储备不足 尤其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方面的技术严重不足 烈火零下二导弹 采用SLV三型火箭两发串联的设计 于是就产出了弹径比高达20的快色型导弹 这种导弹在飞行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弹体震荡 后继型的烈火二家采用了更不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加强结构方法 结果比烈火二原版更差 而这个固有震荡的问题 到在一战时期 就已经得到了空气动力学的标准结果和答案 印度军工人员犯这种错误实数不该 除了烈火导弹 大地系列战术弹道导弹 也是一种较为尴尬的武器 按照印度军方的设想 大地战术导弹是一种能够快速机动 并填补炮冰火箭炮 与烈火中程导弹之间 空白的一种战术武器 该导弹的射程为300公里 有效在赫为一吨 从整体性能和武器指标看 该武器的性能与前苏联的SS1飞毛腿导弹较较为类似 该武器采用机动发射模式 在印度军队序列中 属于战场支援纵深打击一类武器 历任尊重内容 从尊重作者开始 转载 合作 请私信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